有阿弥陀三字 每一字一具无量意 这可不得了 原来阿弥陀三个字 每一个字怎么样 都具有无量的意理在其中 阿字为本不生之一 故是空地 天台家讲三地嘛 阿与空地相近 本不生命 弥字为无我之一 故是随缘之假地 陀字为如之一 故是宗地 所以阿弥陀这三个字 跟天台大师所讲的 空地 假地 宗地 相应 三个字 阿弥陀就具足三地 有阿弥陀密世云 这是日本新教大师所写的 他老人家解释 阿字一心平等 本出不生意 实相本来不染六层 如莲花固 佗字金刚不易 如来妙志自信坚固 能破一切妄想愿敌固 字阿字空意 一心乏体 本字虚妄像空无故 离字假有意 一心平等 诸法如幻假有故 佗字 忠道意 一心平等 诸法离二边 无定向可得故 这个是解释阿弥陀三个字的意思 念到非常慈悲 收集了这么多的资料 都给我们大家来了解 那如果您再看参考资料 那所说的就更加丰富 在阿弥陀密室里面接着讲 有阿字 有意 一心体相本有不生 无灭尽固 离字空意 一心诸法 一心诸法自信不可得故 陀字不空意 一心诸法本来法身功德 无断绝故 有阿字 因意 佛界众生 因一心诀 因一心迷故 迷字 行意 断人法二我 正生法不空 致佛果故 陀字 果意 事不二一心 如辱理之 事则佛果故 如是差别法门 即明自相 又如是自相 互物定相 如帝王诸 不可取舍 一心平等 不可得故 原来整个阿弥陀 三个字就包括什么内容呢 弦教密教里面的 这些深邃的道理 全都在其中 所以我们念的这 四个字的佛号 等于您念的什么 所有大藏经的内容 不但包括释迦牟尼佛 所说的一些法 他也包括十方三世 所讲的所有法 这里的结论 说得好 在五百九十五页 倒数第二行 里面就说 事故唱阿弥陀三字 灭无事重罪 你看 念这句阿弥陀佛 能够帮助我们 得到多大的好处呢 居然是 灭除无事 结以来的重罪 比观金所说的 八十一节 生死重罪 还有多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 他念佛 念到 瑞相西有 他念佛很老实 他是一句接一句 这个当中没有夹杂 没有怀疑 没有间断 我们念佛 为什么到今天 功夫还不得理 就是犯了这样的毛病 有怀疑 有夹杂 有间断 功夫不得理 后面再说 念阿弥陀 一佛 成无中福知 如地网一株 顿现 无尽 宝珠 您念佛 就能够成就 无中 福知 大家想不想得到 什么叫无中 没有中之 那就说 灵力阿弥陀佛 能够得到什么呢 无量的福报 无量的智慧 所以我们今天 升到基督世界 那个所得到的功德 太大 太大了 是因为如此 十方诸佛 都会为我们宣讲 无量寿金 都会讲 净土三经 都会劝我们 好好地念这句佛号 升到极乐国土 宁可不要 现在有能力 可以念不去念 到自己出了问题了 到自己快要死了 才念佛 那时候会不会太晚了一点呢 要加强啊 下面再解释 弥陀 我一佛 树满无边 信德也 你看 念这一句佛号 能够快速地 圆满我们 无量无边的信德 而这个信德呢 是我们大家自信 本质具足的 所以 谁能够做到 信愿持民 谁当下 就能够得到 真实之令 这个法门佛 无私地 告诉了我们 规劝我们 要能够接受 要能够相信 要肯照做 宁可不要 上课的时候 发心 要念佛 或者家里面呢 我行 我书 还是老样子 那个就不行了 以上密室之说 顿开 诸佛 密葬 的的确确 日本这些高僧 他们也是 对于这个 净土法门 深有 见地 他明了 念这句佛号 可以帮助我们大家 顿开 诸佛 密葬 一般这个密葬 不会轻易对人说的 那 佛心部当中的密葬又是什么呢 净土大法 这个法门呢 很容易修 成就呢 也是最圆满 最殊胜的 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 障碍 是什么呢 我们很难相信 所以佛为什么 讲那么多经 就是帮助我们产生信心 说明 是什么 做起来的 或者说明 分析 是一个 这条方文 那条方文